哈囉各位好,我是極度不專業 歡迎收看極度不專業DIY教學 OK 那我們上一集有說到我們這個庫隆阿 它的這個 卡鉗 我們這個煞車皮阿 我們那個煞車皮有破落了 那我那時候還沒有理它就先把它裝回去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吧 然後再來又發現這些螺絲都已經生鏽了 這個又很麻煩,這12角的 它外面有一層墊墊度 所以說這個沒有馬上處理的話 之後要拆可能很難拆了 那這個 卸油螺絲也是都秀了 插銷也是 本體螺絲也是 那這個比較特殊 它類似做這種12角是來防盜用的啦 你就一定要用那種12角的螺絲阿 那個套套筒來拆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我試刀就是只有兩分的可以用 然後這裡其實 它這個肉又太凸過來了 沒辦法 所以說這個等一下也要拆下來 才可以換到這一顆 那等一下我們先換下面這三顆 好 好 OK 那換這個本 我們先來換這個本體螺絲喔 那這本體螺絲要用這個 這個什麼牌的你們自己看 要用10號的這個 10號的這個12角的這個套筒 但我這邊只有那個 ACD 三分的 三分的工具 AC德科三分的工具 插上去 那我們就拆 那我這個用手動模式先拆 沒有很難拆 沒有很難拆 這個因為這塊肉太厚了 進不去 可以看到都生鏽了 我們這次要換的是 泰螺絲 它長度一樣 牙一樣 這個是40 那我們這泰螺絲 就是要先上那種 泰的那種專用的防卡機 上在尾端這邊就好了 這樣 上在尾端 這樣其實有點多 等一下再把它刮掉一點 然後 可以的話 拿那種水彩筆來上 我現在就有點懶 也出不去 就一顆一顆 送回去 這顆也是 那麼多 有很多 龍蝦 隨便 那 那 那 你 那 這裡的話我們上面這邊先拆下來 下面這邊再鎖進 接著這個應該就可以進去了 電動的方便很多 一樣我們有上方卡記,銀色的這個 這邊也上一點好了 我們在換的時候 這個就拆下來 油會露出來,就先讓它露沒關係 這個壓比對一下,好像是一樣的 我們就裝回去 好 好,那 本體螺絲跟卸油螺絲這邊都換完了 好,我這邊都換成 都換成是用胎的螺絲 對 那 這根插銷等一下我們也會來換 好,那現在太陽太大 先休息一下 好 OK,那我們現在把卡鉗拆下來 換插銷 跟煞車皮 順便 好 接著 我們看這個煞車皮掉下來 這裡 這裡 我們先把這根插銷拔出來 插銷拔出來 等一下我會把它換成白鐵的 然後這根 這根插銷推出去 好 好 也都秀了 沒有亂換喔 沒有亂花錢喔 這根黃片 可以留著 好 你看 這裡爛掉了 感覺 品質不是很好 好 那這邊我們用煞青劑稍微清潔一下 鴆 水 番茄 火 ero 一邊 瓶 裡面 就可以進發 這個煞車皮是我之前也來換下來的 還可以用還有一點點肉 那 先頂著用明天要上班 然後這個 插進去 插進去 然後 我們這個 這個也換成鈦的 插銷也是鈦的 把插車皮推到位 好 插過去 那後面這邊我們就換成那個白鐵插銷 好 這樣就插好了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卡鉗合回去 好 注意 插車皮要推到兩邊 接著我們這個卡座的這邊呢 也上這個Tite專用的防卡器 好 這樣子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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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們卡鉗這邊 卡鉗的部分上面的螺絲都換成鈦的螺絲 這樣就可以避免那個以後有生鏽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煞車皮換完之後 就是記得要拉一下你的煞車拉桿 把這個火塞推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